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感染了某种东西身体产生抵抗力的时候 这个抵抗力在抵抗那种病原菌的时候 同时把胰岛当成坏人把它打掉了 就把胰岛的分泌功能彻底毁灭了 这种真的就需要外缘型的胰岛补充 这叫硬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就是没那么严重 是胰岛抵抗为主的 伴有胰岛分泌不足引起的胰岛素的抵抗 这种就通过我们身体的调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修复 所以二型糖尿病目前的临床上是多见的 而且是可以去做一些糖尿病的胰岛的治疗 让胰岛本身恢复了胰岛分泌功能之后 使我们的血糖 胰岛上来之后就可以控制了 所以平常我们讲这个胰岛依赖 或者胰岛素的依赖 我们对胰岛本身的修复建设 是我们的重重之重 那么而不要避免的单纯使用胰岛素 使我们的胰岛依赖它以后 是我们的胰岛素 希望有点辞讯 是我们的胰岛 这就是本课程 幸福来自从胰岛的溺寂 我的胰岛分泌功能 你也可能会要多看